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美女改女 但是也有很多网友 特别是90后的 觉得好看好看 他把金庸给改成这个面目 很有意思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网上有这个 你看这是早年 男的演的东方不败 你再看后边 这比较出名的是林青霞的 林青霞的东方不败 我觉得这个比较经典 再看就是所谓新版的 东方不败 完全东方不败 是一个为了爱情 献身的这个女人 脸就越来越刮子 越来越窄 越来越窄 你也说 也可能是整容业 越来越进步 我不是说这个女演员 我是说现在当红的女演员 你看 不管原来是什么脸型 到最后全变成这个脸型 这也是很有意思的 这为什么平原军可以谈一谈 平原军你想不到堂堂的 北大中文系前主任 却也是为武侠小说 特别是兼勇老师 这个做专门研究 听说您跟兼勇老关系 私交也很好 还算是有私交 但是不算是特别的深的 这个兼勇很有意思 首先说在整个华人世界 他的名声是这么样的大 但是在知识界评价不一 你看我也听过 有的知识分子 甚至有的作家 你像王硕 原来那都是用 极极瞧不上的语言 完全气味不相投的 也对他有这样的评价 但是香港的 我注意到 他隐隐然真的有点 这种精神教主的意思 你像香港的一些 像蔡兰 包括像泥匡 这样一些 他们好像 包括就已经死去的 那个黄瞻 这些人 按说也是香港 这个文坛上的风云人物 但是那都一说起金庸 都是感觉是崇拜的不得了 那是因为在香港 这个与通俗文学 或者说大众文学 一直是主流 一直是主流 在大陆 这个鸳鸯蝴蝶派 49年以后就被赶走了 大陆是一个政治的文学赞主流 香港他那个一直 所以你刚才举的那几个例子 他们都是香港的大众文学的大使 黄瞻啊 什么 但是你要是讲另外一路的 比方香港做家 刘以昌啊 西西啊 他们 那一年香港第一次办双年奖 最后提名两个人 就是刘以昌跟金庸 所以最后奖是给了金庸 但刘以昌就很不服气 因为他是代表了五四以来的一个文学传统这样 不过呢 我跟渣老板吃过饭 唯一一次在香港 你跟作家吃饭 饭店老板出来给你减价 减价 给你 请他写字 签个名 否则的话 你什么作家香港的 没人认识 只有扎老板 扎老板写字 你都不能减价了 你得倒贴钱了 那个前几年 他来金庸来北京 然后中文系请他们吃饭 吃完饭 那个老板出来说 提个词全部免贿 对 就是他在国内的大陆的影响力 可以说可能超过香港 嗯 那个 你刚才所说的那个 东方不败 东方不败 是今年的女生节 你知道女生节吗 哎呦 这事你怎么这么熟啊 对因为女生节 她是三月七 是三月七号 说是女 大概九十年代 三月八号是妇女节 三月八号是妇女节 他们不愿意过妇女节 过女生节 所以三月七号的妇女生节 最近几年变成一个 秀苑里面一个文化 那一天就是必须 各个大学的男生 挂各种条子 来给自己 怨戏的女生祝贺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 表达自己的 那种仰慕 你作为主任 你爱过我看过去 没有没有 我是他们拍下来 有一张 我特好玩是北大的 只是 上面写着 令服从不懂爱 性科女生 是我们心里的东方不败 性科是 性科是信息科学 那个技术院 性科就是我们的学 这是性科的男生 为人学性科 生理学科 信息科学技术研究院的 那个男生们挂出来的台条子 所以只有 我说我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 只有看过这个电视的人告诉我说 为什么 女生成了你心里面中的动画不败 就因为现在女生 现在动画不败已经是女生了 已经是女生了 才会有这 然后这种出来以后 我们知道很多人在批评 其实就像当年的张继中版出来 也是批评很厉害的 这一次版也是这样的 但是他们老说 扎先生不回应 其实对于作家来说 最怕的是没人理 对 不怕没人批 不怕人家批的 不怕乱改 不怕批评 也不怕 我们所说的各种各样的改变 其实我们知道金庸的这么多的作品 都是很多电影电视版 秀奥江湖我查了一下 有十个就六个电视版 加上四个电影版 这是第十一个了 所以每一个版出来 都会做根据自己的 这一代人的趣味 很大程度不是导演的问题 是一代人的趣味 决定了导演用什么样的形式 来表现他心目中的侠客的形象 到最后 我觉得金庸创作的东西 就成了几个人物 其实你也不必说 什么湖南卫视怎么样 香港的路子 香港人多少人利用 金庸小说里的资源 到最后给改的电影里面 只有这几个角色 叫这个名字 情节可以天马行空了 所以他充分体现了 所谓大众文学的一个特点 就是共创性 就是他不是一个作家独有的 他在写作的时候 他这些小说是为了他办明报 发表社论 他自己要做生意 他吸引大家来看他一份 他在香港的位置 不单是武侠小说 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种力量 甚至介入政治 对他介入政治 代表了这么一个声音 他的那个时候 文学是他的工具 是来吸引读者的工具 那今天他共创 你们不断的去写他无所谓 你知道他前两年还准备 把录顶记改写了 不是他前面好几个都是 2002年版的已经是好几个是改写了 那个改写不见得大家会接受 其实有一些 我觉得像这种 像我们这种读金融的小说长大的话 会认为他那个地方就可以了 再改写的话 有时候很难再更好 而且你刚才说的很重要 就是98年我是唯一 我虽然你说的 我做了好多武侠小说的研究 我算是北大最早开这份课 1990年开课 91年出那个千古文人侠喝梦 但我做的是从司马迁到金融 不是金融的问题 我是从 他是说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内心 他这本书是我上课用 对 包括前面的游侠的传记 包括游侠诗文到唐传奇 明清一直讲到了金融 金融确实了不起 而且就这个作品而言的话 到了这里确实是极大成的 而且我们所说的金融的小说 里面的这些东西修改等等 你刚才说的那个很重要 就是他其实是信明报本身的老板 既写诗论也写主笔小说 然后我说98年 我唯一一次参加金融小说的会议的时候 我提了一个问题 你说是Colorado 在Colorado那个会议 我说其实我们必须把金融的社论 和他的小说对读 对照的读 对 因为他自己写作的时候 在上说 比如说秀奥江湖 一看就是影视文化大革命的很多东西 对对对 当初的很多的明报的社论里面 也在讲这些事情 说了问题在于那个地方 他们84年出过一个金融的社论集 但是题目是香港的前途 只收集了83年到84年讨论香港的问题的时候 那一部分的那个社论 其实如果做研究的话 一定要把他的社论的写作 心里面的郁闷和情怀和中国想象和政治立场 带到小说里面来 你这么一说我有所领悟 就是有些地方真有点政治预言的那么个性质 但是你认为这是好小说吗 是好小说 比如说一般有对武侠小说 包括金融小说的批评 就说城市化 就是武侠小说就是那个套子 这脸谱化 什么侠之大者 就是比如郭靖 那就一定是有国有民 为国为民 这个在比如说在大陆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 有时候会对这种调调 有一种逆反心理 就觉得这种假大空 实际上也是一种人格造型上的假大空 其实金融的小说 恰好是在这么多的 比如说我们说金融小说 必须理解说明清的侠义小说 发展到哪一步 二三十年代的新派武侠出来 以后怎么做 到他 其实金融恰好是对侠客的形象 做了很多的丰富 你又看一下郭靖 你又看令福冲 你又看他的其他的几个 所谓的侠客的形象是不一样的 而且可以这么说 郭靖有点你说的那个高大权的味道 可是后面的几个武侠的 以天陀龙记 陀龙记 杨过的偏激 对对对 都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包括你说的 最后的维修宝 就整个的武侠小说写下来 恰好是金融打破了以前的 一般认为通俗小说 人物的扁平化 或者说只有一个面向的那个状态 他基本上努力用各种各样的办法 来丰富金融的小说的形象 所以他最不武侠的一个侠客 但是也是文学性最高的 就是魏小宝 这是他最不武侠的一个角色 千古男人梦 他最后想修改 说把他改成两个女的 后来大家都不同意 还是七个好 还是七个好 广告之后见 还有一个 我看有些人是对这种武侠世界 根本气味上的这种不可理喻 比方说这都是一些什么人 动不动一见面就打四五十岁的人了 都是就完全的就是 这个东西怎么看 武侠首先是一种 他说的城市化也行 所有的通俗小说都是城市化的 侦探小说也是这样的城市化 警匪片也是这样的城市化 它是一种特殊的文类 一种特殊的文类 你必须承认它的假释 然后才能阅读 你要不是承认假释 首先整天想说降龙十八掌 对 是什么样子 或者说 对各种各样的你进入那个细节 你必须承认这个假释 然后这个假释里面来思考它的故事 人物 还有大的背景 这就像玩电子游戏 你先得承认它这个情境和模式规则 这也就是为什么金庸的小说 翻到各国文字 完全没有在中文世界 这么大的魅力跟影响 我参加过海外的一些评讲 那些汉学家就是非常粗暴的 就是说这个武侠小说 他们完全不考虑 他们给莫言给王安逸什么 金庸自己对这个事情也很焦虑 我们学校请他来做一次演讲 刘少平请他来 他提的最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禅学这种小说这么重要 在他看来禅学这个小说是 我当时非常奇怪的是 金庸为什么会那么焦着于禅学小说 禅学是什么 禅学一个作家 是大陆的一个小众文学的一个探索 就跟莫言于华这个路子 而且比他写的更偏 有点像卡夫卡那种邪幅 金庸他就提这么问题 就这样的一个小说 大家看不懂 很难读的一个小说 为什么大家要把它放作纯文学 金庸这个自己 他觉得他那个作品 其实很多人海外也有些人议论 说金庸应不应该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提名 这个也做过讨论 那个香港我不说你们那里有 那个最近几年没有 前面好多年有不断的来征集 说希望推荐金庸应该 我说不可能 我知道那个海外的那个 就是比如说国外的评委 不会给金庸的诺贝尔奖 但是他在华人世界的影响力 是特别特别值得我们推重的 以前我们固守为纯文学或者是亚俗等等 对他的作品是有偏见的 你写过一个文章叫超越亚俗 那是因为就我说的那个金庸的会议 其实我的就是说我不是专门研究金庸的 就是我们学校的严家延孔敬东 他们是专门研究金庸的 但我始终关注武侠小说这个类型 还有说中国的游侠的想象 他那个书是很精彩 我里边随便讲几个观点 他比方说他讲这个贱 他说贱其实汉代以后就没有实际作战价值 但是侠客里边一直都用贱 你不能说这个不用贱 你老板拿个斧头那不行 他特别讲掉这个关系就是侠客 好像是武吧 其实是文人的一个梦 多少年来是他从韩非的那个论调 司马迁那个路子一直写下来 那个他们学校的严家延 倒是真的是来提倡金庸的地位 有一次到我们学校来演讲 他跟学生花了很多的精力 想告诉学生什么呢 就是金庸怎么像鲁迅这样好 他用了他说金庸怎么现实主义 讲了很多 就下面学生啊香港的学生是 说我们早知道金庸好了 你得告诉我们鲁迅为什么像金庸这样 这个是真是非常对错 但是严家延的功劳也很大 北大另外就有教授跟严家延说 凭什么金庸来做我们北大的名誉教授 而金庸到杭州是杭州还是浙江大学 做文学院长指导历史的研究生 当时还没学生报他 所以他一方面在民众在整个读书界武侠小说里成为一个世界 但另一方面在知识界一直是有争议 我告诉你好玩的是你说的他成为北大的不是名誉博士是名誉教授 然后那个是在我们的林福宣开一个很小型的就十个人左右的那个学校的先生们跟他对话 然后我只有我是中文系的其他的都是理科的 他们一个个说起来比我们激动的多的多 然后像那个著名的王选先生是做那个激光照牌的 他留不起的 他说他每那一段时间他到上海每次上了火车就是金庸 就每天就靠这个东西 每个星期靠这个来支持 然后另外一个教授上起来说他胃病 一到胃疼的时候拿起金庸就好 所以金庸老说不敢当 不敢当 但是很多意 最后有一个说起来说他实在看不出红楼梦有什么好 但金庸的好他是知道的 我只能是在那里立仗群辱跟他们说 为什么金庸我承认他是好 但为什么还没有红楼梦好 为什么红楼梦好 确实是我也知道很多这个理科高级知识分子把金庸视为教主 丁造宗 在那边讲的物理学讲的喜欢上武侠小说 这个很奇怪 很多从理工科的高级知识分子喜欢武侠小说 他缺什么补什么吗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最逗的其实还是咱们平原君 我觉得他这个故事就更有意思了 提这个皮箱在广州火车站 小偷那不叫小偷 小偷都是这个就是堂堂正正的 拿了他的皮箱就走 他目瞪口袋不敢去追 结果最讽刺的是皮箱里装的正是他研究武侠的手稿 这是文人侠客梦 那个事情已经被人家嘲笑了很多遍了 就是因为我说本来他把手稿丢了 那就行了 因为里面没有什么别的那个 但是那没写完的 他们老告诉我说 将来可以拿出拍卖的 全部 我说没有 继续写了几张 然后跟人家抢走了 我没办法 只能重写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武侠风靡过一代人 你知道到现在出版业 武侠小说现在是票房毒药了 完全卖不动 是吧 从第一位到第十五位 可能只有一本是当代的武侠小说 剩下的还都是金庸的 你说所以说实际上是金庸好 还是武侠火 其实金庸改变了武侠的 这个小说类型的一个地位 所以我说你长远来看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因为包括你说的改电视剧 电影也行 其他人的不会像他那么的受欢迎 然后只有他到现在为止 还能成为我们所说的唱修书 没有以前那么火 我说起来 比如说你跟他们说 梁雨生 现在的年轻的很多不知道了 不知道了 当年我们认为金庸梁雨生 应该是差不多 可是今天看出来 金庸站住了 古龙呢 古龙也有 但是不会 当年我写这本 《清古文人侠客梦》的时候 是很多人是迷古龙的 但是当时我的直接判断 将来站得久 还是金庸 他有一个整个文化 历史 终究 在背后做支撑 你不喜欢 金庸的宿 这个古龙的宿说 第一遍看会特别的清新 特别强口 而且会特别喜欢 但是时间久 比如说再过20年了 你记得 我们那一代人读什么东西 下一代人不大喜 不一定喜欢 可是金庸 即使你对他的宿说 武侠宿说的表现 有一些批评 或者说这个类型 有什么批评 他把整个中国文化 中国历史 中国终究带到 武侠宿说里面 他里头有学问 有学问 所以下面的人 比如说 他还可以继续读 今天还可以继续读 从学问的角度来讲 他倒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普及 是一个 尤其是在海外 不会讲中文的人来说 他是维系中国文化 有很大的贡献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 他其实是梦 他是个梦工厂 他是成年人的梦 就是完全是成年人 而且通常是在人 情绪不好 精神郁闷的时候 特别需要金庸 他也是这样 他是八九年 九零年的时候 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 都金庸 这个读武侠 是一个逃避的手段 他的书里边 也有个重要的观点 认为一般的老百姓 希望在作品里边 有强者为他出头 其实是自身懦弱的一个表现 所以武侠小说的发达 鲁迅以前说过 所以武侠小说的发达 是跟国民性是有关的 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是 你不要以为你仰慕强者 自己就强了 恰恰相反 那万天就是意淫用的 而且对我们来说呢 盼望什么呢 盼望一个公平竞争 因为现实的成人世界 你面对这个世界 你每个人都不得知 都觉得这个世界 是无法公平的 从最高到最低 都觉得这个世界 多么盼望有一个地方 大家可以公平的来比武 能够通过自己的锻炼 一层一层 最后我就算输了 我也服气武侠小说 给人这么一个境地 这是所有男人 所有成年人的一个梦 但是你像你所讲的 这个武侠的这种世界 也是很有意思的 像当年司马迁就曾经讲 对司马迁也是郁闷的 侠以武犯进 韩非说的 对韩非说的 司马迁讲了一个什么 事有缓急 就人呢 总有着急了 无可奈何 没有人帮他的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又没有宗教 是不是就既希望 又有个挟着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假期观念 在中国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